大家好,我是外航员 今天的海宗专题的话题是半吊子改造人 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半吊子的最强改造人,文斯莫克·山智 厨子同学的悬赏金终于超过他的绿枣头了 哪怕只超了一千万 在得知这一消息的瞬间 山智同学的开心程度恐怕就是要堪比结婚吧 只不过悬赏当中文斯莫克的这几个字眼 还是让山智陷入了低谷 如大家在蛋糕倒片所看到的 礼照他的兄弟和姐姐 山智只能算是一个改造人的失败品 但如果回到索拉和家智争执时的情景 其实就不难发现 索拉之所以要服下猎性药 其实并不是要阻止他将出生的四个孩子 得到异于常人的改造人体制 而是要设法保留他们的情感 从这个层面来说 被成功保留下来情感的山智 是完全有可能像其他兄弟一样 具备改造人的体制的 换言之,也许恰恰是因为改造计划的失败 让现在的山智能同时拥有人类的情感 和改造人在身体方面的力量 只不过也许因为药物的副作用 山智所可能获得的改造人体制 受到了一定限制 或者被推迟产生效果 关于这一点也许在和山智重逢后的 那次父子对决之中 家智就已经发现了 山智是杰尔玛的失败之作 他的皮肤变不成护盾 会被无聊的情感所左右 他就是个不成器的半吊子 在护送草帽团逃离蛋糕岛的时候 家智对山智的这番训斥 也就是陆飞眼里的那番夸奖 也许就已经到明了 山智其实就是个半吊子改造人的事实 换言之 除了情感被保留 皮肤不能变成护盾之外 山智这个半吊子改造人 也许就已经和 所谓的文斯莫克优质改造人 相差无几了 虽然对于山智在战斗中产生的火 伟田在SPS中 以山智的心 可是更加熊熊燃烧的解释 来蒙混过光了一下 但文斯莫克截敌几人 分别带着各自的改造人属性技能 一展身手的时候 还是给山智的火 带来了更有利的可能 在和三个坏兄弟重逢时 最坏的二哥尼智 在没有战斗服的情况下 依旧能用电的能力来攻击山智 这也许就从侧面说明了 在没有战斗服的状况下 杰尔玛的这几个改造人 还是依旧能使用 他们各自特殊的改造人能力 加智自视的血统因子 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存在 在64期海藏专题 以兄弟几人所对应的机械装置为例 我们已经具体说明过 他们各自的特殊能力了 从这个层面继续来讲 小旁律四制所拥有的是力量 电击来二制的改造能力是电 这也许就对应了 类似艾尼璐的响雷果实 和花红一制所具备的 也许是光和热 这也许就对应了 类似黄园的闪闪果实 和欧文的热热果实的能力 再加上雷九的毒 有可能对应的 就是相仿的麦哲伦的超人系毒能力 那么基于山智的战斗特点 这个半吊子改造人 在战斗中所冒出的火 所对应的应该就是 类似烧烧果实的能力 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到 让山智成为半吊子改造人的 这个环节 皮肤的护盾 比照海装世界 强引角色都一贯修炼的 武装色霸气来说 其实并没有什么优势 从这个层面来说 黑族山智的武装色 是足以比皮肤护盾还要可靠的 接下来就是山智多余的善良 和正常的情感这个部分 这个拖累山智成为 半吊子的最大缺点 是如何拯救杰尔玛 并让他不至于走向灭亡 我们就不再多说 站在具体的战斗角度来说 这个对他缺点 极有可能就是 山智现在的超级线色 所不可或缺的基础 从这些层面来说 在经历红角折服的调教 和同草帽团同伴的冒险之后 半吊子的改造人山智 至少在没有战斗服的情况下 其实就已经在无形之中 超过了 他的几个成功的改造人兄弟了 而加之留给山智的这件战斗服 恰好也在无形中 再次印证了 山智现在极有可能具备的 文斯莫克改造人体制 那么话说回来 文斯莫克的这件战斗服 究竟能给山智带来什么改变呢 既然加之已经点名 山智皮肤护盾的问题 在护盾这一点 也许他就因为山智 做过专门的加强 尼智在护送山智和陆飞 急速飞翔丧尼好时 不但偷偷的把战斗服 塞到陆飞口袋里 还趁机嘲讽了一把 对他而言 山智慢吞吞的速度 从这点来看 战斗服应该也有可能会 帮助山智大幅强化速度 再往下走应该就是 助长黑足火焰的这个部分了 依据山智能输出火焰的 有可能的改造人属性 战斗服应该能让山智的火焰 在输出量和强度上大幅增强 虽然很难会达到烧烧果实 两年前的那位今天才军 持有褶的火焰程度 但战斗服下的山智的火焰 一定会更加熊熊燃烧 说不定还会让他拥有 火足山智的这又一个称号 值得注意的是 在和山智的那次 短暂交锋中 佳智也使用出了电的技能 从这个层面来说 依托于战斗服 山智完全就是有可能释放出 其他属性的技能的 黑足山智在未来的某一天 成为火足山智 光足山智 电足山智 也许都不足为怪 自从在强化会救下全家人以后 杰尔玛的希望就已经 悄无声息地落在 被他们叫成是失败品的 这第三子身上了 从这个层面来说 最有给山智的这件战斗服 极有可能就是 杰尔玛现在科学力量的最高结晶 虽然嫌弃文斯莫克的这个名号 但只要雷九在 佳人遇到了危难 估计山智还是会再次相助 64期海宗专题中 网所提到的姐弟五人 甚至加上佳智的 杰尔玛666人合力的浑色暴徒 或是更加可怕的招式 在山智的战斗服终于出现后 就变得更加有可能发生了 接下来就是如何让 厨子老老实实地穿上战斗服的 这个问题了 在和之国如果路痴遇到麻烦 为了救他的绿枣头 同时也证明自己更强 也许就是迫使山智 穿上战斗服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正如乔巴同学和卢菲同学 两位小朋友 在恳求山智不要扔掉战斗服时 所说的 科学是人类了不起的力量的体现 只要他的罗宾姐 他的纳美小姐 包括他的绿枣头等同伴需要 半吊子改造人山智 就会扔掉尊严穿上战斗服 成为最强改造人 文斯莫克山智 好了 本期内容就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航员 海东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